那么今天这个核心的高雄市是否能光复呢 那就要看看到底黄金平加上国民党 有没有全面整合 而整合的力量在当地 是不是能胜过民进党的一代运气 李乐道的重见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高雄的八个选区 现在国民党宣称可以拿回两个选区 这样大家就会觉得耳目真的一心了 因为即便是在韩国瑜担任市长之后的高雄 那时候的选区都一个都没拿回来 那么那一年的韩国瑜拿的选票是552万票 而现在的侯友宜选票是介于500万票到530万票之间 如此真的侯友宜可以把这两个选区给带领拿回来吗 正确的说不是侯友宜 而是侯友宜以及整个73选区所有的候选人 这个团结一致啊 努力的情况之下 特别是在整个高雄市党部和他的提名人的运作之下 到底可不可以把这两个选区给拿回来呢 请注意啊 其中有一个就是黄杰 民进党所提名的这个小女生黄杰 他这个选区 黄杰呢 在那里搞了很多宰歌宰舞啊 劲歌热舞 他自己也就很能跳 这点很能跳 他的表现他要拉的是年轻选票 可是啊 在同个地点 因为有另外一个绿营的政党 而提名了一个知名人物 那就是郭贝宏 郭贝宏何许人意啊 就是当年呢 他自己出来搞了一个喜乐岛联盟 也是一个政党 而今天呢 这个这个党呢 可能是已经是烟消云散了 但是郭贝宏本人呢 却还在 为什么 这个郭贝宏啊 曾经担任过民事的总经理啊 可是干了很久 哦 很抱歉 他还不只是总经理哦 他是民事的董事长 他干了这个董事长 干了多久的时间呢 他干了足足啊 三四年之久 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 他当然认识了整个南南北北 里面重要的绿营人物 而郭贝宏他原来啊 是在抢黄杰这一席 这席本来是赵天龄的席次 赵天龄因为出了事情 还被人家说啊 他跟啊 这个套消息的人啊 产生恋爱关系 所以呢 他说他得退选 这一退选不得了 马上呢 补上来的 大家就希望 能够 郭贝宏 可是郭贝宏啊 没有补上去 但是帮郭勇背书的人啊 可是成千的 所谓独派分子 这些包含北美的教授联盟 还有一些旅日的人 还将台湾的一些独派的大佬 都写信 或者打电话去给赖清德 那么结果是怎么样呢 当然赖清德啊 是不会接受 赖清德决定啊 一定要搞一个年轻的 大家觉得为什么不接受呢 当时候洗得倒的成立 不就是因为赖清德吗 此时此刻 他应该还郭贝宏一个人情啊 偏偏啊 赖清德正好跟蔡英文斗了正极点 而郭贝宏啊 如果他把他提名了 就等同于打了蔡英文一个脸 当然 这个赖清德 不会在这说看傻了 他于是 选了个年轻人 告诉大家 民进党 就是要走年轻化的一个方向 可是 郭贝宏并没有因为这样退选 郭贝宏继续参选 那这就是在分裂绿营了 那我们看看 如果绿营有你两个人 而且都是临危寿命 参选的时间呢 都不到100天 好 那就有趣了 国民党在这边提名的人 可是已经达到半年的时间了 那么 国民党 再加上王金平 还有许多地方大佬 也就是白派和红派 他们的努力加持情况之下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选区 一定程度的给光复呢 当然是 这可能性呢 已经高达八九成之多 除非啊 民进党用什么特殊的肮脏手法 来把所有本来不投票的人呢 都花钱 把它给买出来 如果是这种情况 当然没话说 可是你不能排除 因为民进党啊 他们的确非常善用 所谓的巷战和歌后之战 所谓巷战与歌后之战的关键点 当然是在各个村和各个里 或各个里里面的林 透过里长 林长和所有的舆论领袖 意见领袖 由这些人呢 把钱去给发给 那些平常不投票 但是看了钱就会出来投票的人 这些人确实也只有这些发展委会的理事长 或者里长 林长知道人在哪里 如果民党应用这个手法呢 那这两个选区当然就很难说了 因为我们看到 耐心的频频向这两个选区去走 还有一件事大家别忘了 目前为止的市长啊 可是陈其迈 陈其迈呢 他自己就是民进党的 而且是重量级的大佬人物 以往啊 他还在民进党里面做过干市长 如果陈其迈 再加上赖清德 他们双管齐下 那么这两个选区就又危险了 所以目前为止这两个选区 我们只能说 是国民党非常有机会拿回 可是民进党啊 他不会轻易的放手了 我特别要让大家知道的是 这两个可能光复的选区呢 主要是在高雄比较市区的地方 如果是高雄比较偏远的地方啊 那可就更困难了 因为那些偏远的地方啊 虽然是高雄市 其实情况还十分的相村 也就是过去啊 他只是属于高雄县的所在地 那么 今天这个核心的高雄市 是否能光复呢 那就要看看 到底王金平加上国民党 旧的白派红派实力 有没有全面整合 而整合的力量 在当地 是不是能胜过民进党的迎弹攻击 这还有待我们三十天后 来一个清楚的现场检验 感谢您的收看 by bwd6 支持明镜与纤o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